这件饲料的话就是说现在已经开好窗了 这个是60万 帮咱们直播间的一块老人代购了一件蓝旗的 这个是抹的的饲料 抹的 看一下 开好了 开了一小点了 等会还要再接着开 它这里面这个色的话 明显看到已经裹底了 老哥们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也是一个小价位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看的话是能堵界面的 这个一环 这个中间的话有一道那个色根 放大一点看看这个色根 而且是色很阳的 色很阳 颜色的话也够浓 因为它面上的话这里有一片色的 当时我们看的时候是感觉底下是隐隐约约 是有一点那个色根的影子 所以我们就要选择开窗挖下去 这个石头的话现在已经是种也堵到了 色也堵到了 我们就是要堵裂 我们要接着再把它别的地方也挖一下 这边里面也是能挖到色根 都是那种化掉的 这个种就已经完全够做界面了 然后要接着挖 我们在挖这边这个小洞的时候发生这个地方色也是化掉的 这里面挖但是挖了一下它有道裂 直接就掉了 掉了以后发现这里面 这个色 这个色已经穿到这个地方来了 这里面都有一道很好的色根 这个石头的话颜色就是沉下去还蛮多的 掉下来的这一小图 这一小图的话这里面 老哥们可以看 这个里面的色这个完整的 这里面感觉好像还有一颗 感觉也是有界面的那种感觉 老哥们看到了 这个地方的色看到都是化掉的 颜色的话一定要画 画的时候画的那种颜色它才能去堵界面 你不画的话这个色的话是没什么用的 这个种是真好 把这里扩大一点再看一看 这个是掉下来的那一坨小的 所以里面这个种的话都是给它感觉到不错的一个种 对不对 都是化掉的 这个是只是它掉下来的那一小坨 所以说这个石头的话是有弹性的 有弹性的这个色料 那这边 这里这个小小的里面感觉都能取到界面了 对不对 这一期视频的话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色料是非常好玩的 弹性很高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